把豆皮改良成蛋饼皮 再包进豆干肉酱 像这种做工繁复的创意蛋饼 可不是每个早餐店都愿意尝试的 但是桃园大溪社区的这家家庭是小店 却愿意耗食费工 当初老板开店是为了凝聚家人的情感 所以店里的早餐品项 从萝卜糕到果酱都是手工制作 还把在地的豆制品特产和蛋饼结合 虽然工时很长 老板夫妇却乐在其中 更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幸福 好 有我的总会 好 先生 您核对一下 一个不可爱蛋饼丝 一个不可爱蛋饼丝 然后两个饼丝丝丝 这里的客人蛮多的 因为都是要排队 因为它的肉都是自己腌的 然后餐点各方面其实都很用心 都很精致 看平价就不想要去踩雷 就看平价走 这是一家开得像咖啡馆的早午餐店 优雅的时候如麦闲尽光阴 闻清起来时连酱炒豆干都很适宜 以前我们做自助餐就是 大锅子炒 然后煮面也是大炉子 其实汤汤水水的 对女孩子来讲其实是非常辛苦 不过早午餐的话会比较慢调一点 然后 慢一下 对 其实是比较适合女生 就是比较优雅一点 所以这下可以有个程度来讲 是为了两个女儿 对 对 也可以这么讲 站在监台前 这个爱家的大叔不过也猜四十出头 许鸣纯却早已经是两个花样少女的吧 过去吵习惯了目不暇急的自助餐花色 如今做起早午餐倒是反扑了 把豆皮改造成蛋饼 包进秘制的豆干肉酱 华美更升级了 这家店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它还蛮多自己特色的吧 像我刚有看到一个是手工的豆干 这个豆皮的这个饼皮 而且它吃起来不会很油 就还蛮配里面的咸的 而且它里面的调味其实也不会很咸 一开始是我自己喜欢吃 然后我就想说 对 然后那时候想卖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怕怕的 因为怕人家不会接受 结果没想到还算 还会有人接受 对啊 这还不错这样 豆皮包豆干 其实是拉玛拼爱的高蛋白餐 因为爱做菜也热衷于手作 所以店里头的食材 葛佳琪便尽量不挑家过功的 鸡腿排里鸡肉如此 手工芋泥也不例外 为了开店 她几乎从一个收藏杂货的 光心老板娘 全然下架给厨房 如果说是布置这一类 就是我比较喜欢 对 就是我们家都还蛮喜欢老的东西 对啊 所以老男人 没有啦 快三十年了 我说你就喜欢他 他喜欢我 对 这很重要 对 那顺序不能这样子 对 就他先喜欢我了 对 就是被骗了 也不是被骗啦 就 真的是我常想的吗 没有没有 不是 应该是说那时候还小 就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没有看过真的优质的 然后就是觉得 这个应该还可以这样子 对 现在看起来人人充现的六年级年轻 一路走来 要承受的压力自然不小 我觉得就是调试耶 确实那时候也是会有很多人说 你怎么那么小 你一定 而且就是以前满不被看好 他们就会说你是小孩 就觉得我那么年轻 我一定会离婚 或者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定不会带小孩 然后或者说我一定做什么 就不会成功之类的 小夫妻在两个女儿线下的年纪 一分已经扛起家计 跟着岳父埋头卖起自助餐 而另一个步入家庭 也几乎与职场社交都隔绝了 后来会接触杂货 那实在是因为两个人 对老物轻有独重 杂货这个东西是因为 我们搬来这边 那我们家里就是比较大一点 太太就会想布置什么 后来接触了之后 就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然后就接触了之后 然后就对网路开始 这一块也有兴趣 对 那我们就朝网路 然后卖杂货 有时候看到喜欢的旧的 旧的东西 我们也会把它收藏起来这样 搬到大西以后 虽然经营杂货买卖 也有好几年 但大环境走向却不如老物 一成不变 越老越好 趋势流行也未必样样 都是心仪的选项 隔佳齐的杂货店 虽黯然了 一节卖温度的早餐店 却同时在母女三人的新田里开张 为什么会想做这个 是因为我想做树的原因 是因为我大女的她不吃那个 她不吃有肉的 就是外面不是都是港式的吗 都会有那个猪肉 那她就是比较不喜欢那一种 有猪肉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做树 可是树的坊间早餐店很少 很少树的 然后我就想说 那就干脆自己做这样 为了家人 在健康跟美味间求取平衡 这是天下主妇 就算卖命也会坚持的矛盾 所以既然早午餐店开了门 各家其能做的几乎一手包办 果酱自己煮 萝卜糕自己盛 肉类酱料菜色也全往身上栏 换来的确实开店前期 仅有的一两千块营业额 就是当时设定菜单的时候 其实就是野心很大 就会想说那个也想卖 这个也想卖 比如说像那时候 好像也有想要卖什么苍蝇头 就是那种比较是 很台菜耶 对 就是很台式 然后加在蛋饼里 甚至什么布拉皮啊 都有想过 然后就把它想说放那个 跟葱 草莓草放在蛋饼里 就那时候有想很多 然后甚至甜的东西 就是会想到就是 什么之前很夯的什么 泰式珍珠奶茶 然后做成厚片这样 可是真的心有余力不足 没办法 这是二桌的 二桌 淑敏 其实我现在做 刚开店的时候 就新的店嘛 那我们也没有说很明显 也没有特别那个 那时候其实没什么生意 跟太太每天早上都是 六七点就起来工作 收拾到好 因为刚开始也不是很顺手 收拾到好 都晚上十年多十一点 一天才 一夜额才一两千块而已 一夜额哦 社区小店随不醒目 但独有的味道 有天总能换取路人回眸一眼 就是其实有时候 开一家店是一个凝聚力 全家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的一个向心里 那有时候可能就是说 他们之后可能也长大 也会嫁人 但是可能这段时间 可能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说会记录在他们的 对 回忆里面 包紧重置的标点 例如那些他们典藏的老物 当真心诚意皆具备 欠的就只是有缘人上门了 我也不说会记录在录像中转身 但是这个特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